TạiroN�� Reviewer với những video hấp dẫn 大家好我是Steve Riual 我在网 музы部分上的名字是 Tamil side 這次要講是關於ORNS 彈效能的? 然後這邊是我的簡介這樣子 一點點information 我有自己的部落格跟geekhopper這樣子 然後現在主要部分是一些performance architecture 系統上面的設計這樣子 然後這次主要講的Famwork是 主要依照Falcon這個Famwork來講 因為我們可以知道說現在目前市面上很多 ORM的Famwork大部分都有支援這樣子 那我們主要以Falcon這個為主這樣 那我們來想一下ORM的部分全名是object relation mapper 然後當我們從以前開發使用的時候 我們在接觸MVC的話 那我們可以看到我們從一些controller view model這些分程式的管理上開始使用 然後我們會建立一些DB的使用 但是我們的model一開始因為沒有什麼Famwork 那可能會建立一些比較醜的東西 像是像直接存取這些database 然後我們可以知道這些東西是無法maintain 維護 甚至是你database schema是很難去修改 大量的修改這樣子 如果你動了哪個current的話 你必須整個你的程式都必須檢查 就是這樣 然後之後我們model可能會加上一些DB部分的快取 這樣子 然後但是可以看到這個範例是 就是以ZenFamwork大約在六年前之前在開發的時候 是大約是這樣子去運作的狀況 雖然這些已經有一些程式碼 model部分可以移動的部分 像是我的語法並不會看到sicle 但是這部分的話 還是沒有達到我們需要一些比較方便使用 與ORM一些物件性的操作這樣子 這麼方便 然後我們現在來講一下簡單的ORM開發 model的話 比如說我們這邊有個 for example 這邊有個三個model 預先進行的data schema 然後我們很簡單的去敘述這個robert 它有id name跟pricing 然後我們要拿取資料的時候 我們很簡單 你可以看到這邊robert的我們file file first three 我們要取我們三筆資料 raw item的時候 我們只要去取它 直接可以直覺的取出來 然後我這邊有設定 我們要找出來的那個name 我們需要去修改它的時候 我們只要把這個變數設定去之後 我們再save就可以了 這在處理上都非常的直覺 不需要touch到所有的一些吸口的語法這樣子 然後我們甚至一些複雜操作 找一些我們需要的資料 比如說我們要找它的type 是mechanical的 然後一些特別的方式 你可以看到這邊 一樣事實上我們不會需要去瞭解一些seql 語法的query 要見這樣子 那甚至一些較複雜的像limit 這些seql 一樣支援語法 我們一樣是可以去使用它 然後漸漸的你發現你接觸到model部分 你很少在使用seql 語法 這也是有好有壞 然後對於新手來說 如果說這些比較複雜的東西 它不需要去了解一些seql 語法可以看到這邊 我會用whorever and wherever 這種方式來去取出它要資料化 這些操作上都是比較直覺性的 比較誤解性的操作這樣子 那甚至在是我們在設計一些關聯式的資料庫的時候 就像一對多 那這邊的範例就是 我的機器人Robert跟我的Robert's part 有一對多的關係 然後我的Pod跟Robert's part 有一對多的關係 然後Robert's part他同時 對我的Robert跟Robert's part 都有一對多的關係 然後這裡看一下 這是這個物件的diagram 然後我們在討論是說 如果像ORM路 碰到一些測試的東西 會碰到的一些小小的問題 那你今天有個shopping cart的model 你用ORM開發的 然後你的購物清單 你放在你的seql 所以你把你的shopping cart model裡面 放入了seql 的操作 那我們可以在想說 你到底在寫測試的時候 到底是在寫測試shopping cart的testing 還是你在testing你的session的function 那我們在一些 所以希望是說 你在做一些複雜的操作的測試的時候 這樣擺在controller那邊 然後而且你可以實際的去 hit database 不必要 那你可以想到是說 如果你model ORM的部分的話 你可以比較簡單的做一些測試 就是你只要去確認它的functionality 是正常的即可 然後甚至你可以用一些 famework的migration的東西 來去做一些database的情境模擬 或者是你不想去hit database的時候 你可以使一些mockup的方式 來分離你的測試性的依賴 那我們可以看到一般實際上 去做一些hit database的時候 你只是會去asset一些正常的資料這樣子 那以mockup方式的話 我們會分離一些database的方式 然後直接去做測試 這部分可以看到說 我這邊會比較快速的帶過的話 因為是這邊 並不會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重點這樣 但只是在講說一些實際上 我們在測試會面臨到的問題 那甚至你可以去嘗試說 做一些 這邊有一個比較好的工具是 BDD style的PHP的testing 那有興趣的話 各位可以去這網站上看一下 那我們再談一下 ORM快取機制 那我們ORM在做的時候 我們並不是 我們這個有效能的問題的話 我們並不會每一次都去 對database做存取 那以faucan來說 我們這個非常簡單的 只要設定好我們的catch formand跟backand部分 那這邊lifetime我們這邊設定位 這邊可能有點比悟 這邊時間應該是五分鐘不是寫一個小時 那我們在model部分的話 每個物件都想要自己的存取方式 因為每個物件都可能是你的文章 它快取方式不一樣的話 你可以去各自定義它 它找出取出這筆資料的時候 例如說一些news 它只是需要取出來你的文章出來 然後它很少被異動的話 那你可以把它lifetime把它調得很高 之後在它update的時候 你去flash它就可以取這樣 那在這邊ORM的部分的話 你可以很輕易的在你的model上去做擴充 那針對 因為ORM的部分的話 它是包了一層 我們在佛肯這邊會有一個seql query 它有一個phql 就是針對你的seql query做快取 那這部分的話 它也是可以直接做快取 那我們可以知道這邊 大約要講解一下的是說 物件它存取的時候 第一本它是通過它model 那你model這邊如果已經有第一層的catch的話 它就會hit 再來是第二層的時候 它轉到phql 一直做了一個seql 預法的快取的時候 這邊有第二層所謂的catch 那你可以從這邊去外的調整 那說一些ORM部分的資料的優化就是說 今天如果你們在做一些eql的東西 那有一個產品 這個model 你看到這邊是一個簡單的範例 它只是有個name一個price 那假設我見了9990筆資料的時候 你可以看到這邊很快的建立出來 那我只用到了一些safe的功能 就是ORM操作上會比較快速的邏輯 會比一般方便很多 然後你今天可能在程序上有一些request 你有別人的QA開或PM開了一些規格說 我今天有一部分的價格要調整 好吧 那你就把那些價格找出來 fine 可能這些條件都不太一樣 那你fine之後就開始把它的價格全部都做調整 那我們可以看這部分邏輯是沒有問題的 因為你也達到PM的需求這樣子 然後我們看到這邊這個簡單範例的話 它花了6秒多 不過這裡有什麼問題 我們如果在做ORM 你太依賴它的功能性的 沒有做一些調整 因為畢竟PHP不是一個 像Hadoop它是專門用來分析Arising的語言 所以你不是在PHP上面時做這些分析的動作 那你應該是在針對你要做的一些大量資料處理 你要對你的資料直接性子處理 然後因為ORM部分的話 對PHP有一些壞處 可能在PHP7的話速度可以快一點 但是因為目前來講 因為所有ORM都是一個object object在PHP裡面 如果你有一萬筆資料 每次都要去把它new出來 把它實體化再去操作的時候 有很大的效能上的瓶頸 所以在這部分ORM的話 你盡可能對一些你要做的處理 另外寫還是去幫它處理 這邊有一些範例 就是說你在起理一些子集合的時候 盡量不要以整個corrogio的方式去處理它 你可以用它的raw data 比如說你把所有的raw data for each讀出來之後 再依照你的邏輯去幫它加出來 那你如果要如何驗證呢 你可以在驗證的時候 用基本的方式去find ORM的方式去find出來 重複的去驗證你的邏輯上 是不是還有一些沒有忽略到的地方這樣子 那大家想說這個 感覺上是沒什麼 但是實際上在做 有一個客戶有個案例就是說 他做了一個遊戲的engine 他上次要處理這些大量的處理 他所有東西都已經寫得很好 他用ORM去處理它 但是他每一筆資料 關係到他的 他有些relation的關係 導致他每一個 他的performance非常低 他每次要做他的處理 但是他一直沒有意識到說 他的問題 不在於程式架構 不在於他處理方式錯誤 而是他用不對的方式 去做他想要的目的角 然後我們再講一些是 這個另外ORM部分的話 有一個叫ODM Option Documentary 像最近很流行的一些Nuosicle 的database 那在Foken這邊 你如果要用個ODM的model 在MongoDB上 也是非常類似 這樣子很簡單就可以刻出來 那一樣可以使用我們ORM方式 我們可以去Find 找出來我們要的資料 但是在使用上的話 就是比較沒有觀點性 可以去做相異性的處理 如果是ORM部分的話 那如果你有一個model 像剛才的Findy來講 你存取了你的Roberter part 你的機器人的零件 的資料update的時候 如果要有相異性關聯資料 它會一起update 這樣子 然後這邊 後面還有一些 你可能會有興趣的部分 我放到後面講 這邊是因為 像ORM之外的話 現在最近比較流行的是 AT-REC 那AT-REC的話 跟ORM有什麼不一樣 第一個它 在call你的model的時候 比較簡單一點 然後大家可以看到這些 有興趣的東西裡面 還有一個list 一個是Laravo Laravo它一樣是 它裡面的ORM部分就是AT-REC 那所以大家在MogR 或是你StarR一個新的產品的時候 你可以非常快速去刻出來你要的 但是如果你的產品 需要大量規劃什麼 那還是建議你用ORM部分的話 比較嚴謹的方式去做 比較能應付長遠的規劃這樣子 然後一些YII Framework 它也是支援一些AT-REC 然後再來是大家可能會有興趣一提 當今天你使用的是一個ORM 的Database 那你要做一些sharing sharing的動作的時候 大家想到可能是有Database Sharing 那有一些比較特別的東西 像這邊有一個就是 我的Database是MySQL 但是我sharing的另外一個Database 這邊是Redis 像這個簡報這邊部分看到的這個sharing 的Redis的Pri-In 這是一個日本的開發者去弄出來的 那在做於這個部分的話 大家想說 為什麼會做到一些sharing的部分 通常是我們遇到一些 Performance效能的問題 我們只會猜到 分流 Low-Balance Master-Slave Master-Slave 那還有其他的問題吧 我們甚至會把不同Range的Data的資料 放在不同Database去讀取 那始終對於RelationDB上 操作上還是有一定的瓶頸在 那如果說在跨一 通常我們做一些 關聯式資料存取的時候 是上到最後的時候 你只是想要去存取單筆的資料 那所以說 這些sharing部分推薦來說 可以使用一些像是Redis這種方式 來去處理 那最後拿到的單筆資料 sharing的東西是在Redis 並不是在MySeqo這邊 但是你在update的時候 其實還是有些cost 就是說你必須兩邊一起去update 這樣子 那以上就是說一些開發OA 一些相關經驗談 那不知道各位有什麼問題 然後我現在是 任職於ASOS這間公司 然後我們之後台北會有office 如果有興趣的話 可以跟我們聯繫這樣子 然後因為在講解這些議題上面的話 可能是比較籠統一點 但是我比較注重於你們 你們如果我現在有問題可以發問 我可以直接回答 會比較直接性的 就是我要說就是說 在我們的model上 那如果 因為我們就是希望說 可以對一個 操訊出來的資料 那裡列整個做操作 對不對 那如果我有一個 可能讓我是存一個數值性的資料 假設我是存1000個byte 那我希望我在這個model上 加入一個行為 寫入說 我的輸出上 我可以變成轉成一個kb 我為他加入這樣子的行為的話 那因為剛剛你有談到做catch的部分 那catch基本上 我們是catch出他的serialized的資料 就是序列化形式的資料 以一本方在面catch 或是redis升上這樣 那當我們取出來的這個catch 你會希望說再轉回ORM 還是說不轉回ORM 直接做對整列的處理這樣 那catch部分的話 大部分是以ORM這一層來換話 我們是從像foken這邊是phql 之後他得到road data去做 去做轉換的 所以意思就是說你catch的時候 你是 你們拿出來的road data 全部都是正列 不會是物件 不會是物件 你catch的東西盡量不會是物件去serialize 因為你serialized 你在unserialized的話 你會造成一個很大的road cost這樣 所以你盡量如果是要處理一些catch的東西的話 盡量是以rotator的方式去catch它 所以你ORM查出來的東西 不會是一個物件 也不能夠操作 這樣跟你剛剛談到的save部分 不就有相違背的地方嗎 我不懂你的意思 就是說catch部分 它雖然是rotator 但是你真的要 它find出來的時候 經過catch 它就是一個物件 對 那物件方式的話 那就會相對對應到你model裡面 比如說你1000個byte 它要顯示成imega 這個maser這樣子 對 但是實際它底層 它put進去 比如說我的catch是mcatch 它並不會是一個object 是用rotator的方式的話會比較好一點 所以就是說 當你來做catch之前 你一定會先把所有操作都做完 然後再存catch 是 讓它變成正立的形式這樣 是 OK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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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